美国正在用其先进的隐形战机对中国形成包围圈 而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周四宣布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这也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上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了 分析指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启用或将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 美国正在利用其先进的隐形战机加强对中国的包围圈 即美国宣布要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隐形战机F35以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后 美国连线杂志文章指 美军获于2017年前陆续将F22、B2及F35这三种隐形战机部署在中国附近的太平洋美军基地 进一步在空中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 而根据美国防长帕内塔宣布的美军规划 到2020年美国海军军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的部署分配比例将由55开调整为46开 届时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部署将包括六艘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等数量 也将占据美国海军总数的半数以上 隐形战机它对你这个常规雷达作为一个主要体系建构的防空系统来说是具有很强的突破能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这种介入也提出一种反介入措施 中国解放军现在也正在研制两款隐形战机包括G-20和G-31 同时中国也在研制无人的隐形战斗机 那么这个无人隐形战斗机如果一旦研制甚至装在中国的国产航母上的话 那么对美国的反介入也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 面对美国加强对亚太的军事部署 中国也在加大突破围堵力度 在卫星导航技术上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可以在亚太地区服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四举办新闻发布会 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16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向亚太多地区正式提供连续无员定位 导航 售食等服务 与2011年12月27号提供试运行服务时的性能相比 服务性能大幅提升 位置精度平面10米 高层10米 测速精度每秒0.2米 售食精度单向50纳米 可提供双向高精度售食和短报文通信服务 通过广域差分或地基增强等手段 北斗卫星系统服务性能还可进一步提高 北斗卫星系统系统定位精度 由去年的平面25米 高层30米 到现在的平面10米 高层10米 测速精度由0.4米每秒提高到0.2米每秒 与美国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等系统相比 除了能够提供其他系统所具备的无员导航定位受食服务外 北斗还继续保留了试验系统所具备的未知报告 短报文服务 这意味着一般的卫星导航用户 只会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在哪 还可以知道别人在哪个地方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 构成最复杂 技术要求最高 应用领域最广泛的天机系统 于2000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 目前形成了覆盖亚太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 未来到2020年左右 中国将发射40克北斗卫星 形成覆盖全球能力 现在中国世纪美俄之后的第三个 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世界上这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这个国家拥有这个布网 而斯克星以上的国家 也就是美国的GPS 还有那个俄国 俄罗斯的这个格勒诺斯 以及目前就是中国的北斗 那个格勒诺斯目前说发展还不是特别好 那么之前有一段时间已经失去了 全球定位的一个作用 现在全世界用的最多的就是美国的GPS 就说美国历次的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海湾战争等等都是用了GPS 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所以说中国这次北斗 那么在亚洲地区进行布网成功以后 那么中国在北斗地区所拥有的这个 这个精确 这个精确定位能力 已经接近了GPS的定位能力 这样的话就打破了整个美国 在全世界一个垄断地位 有外媒分析指 这次中国宣称对民用领域开放 北斗导航系统 但作为高科技定位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也可以运用到解放军 各兵种的武器装备 以及战场的各个角落 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 战机头下采用北斗导航的制导炸弹 投掷精度由40米提升到5米 这意味着北斗卫星的军事意义更大 中国北斗卫星上岗 有外媒称 这将使五角大楼的一些人眉头紧锁 英国检视证文称 北斗将可能被用于 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以及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提供制导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甚至报道称 北斗系统可以与其他卫星 无人机以及相关技术联合使用 帮助追踪美国舰船 引导反舰弹道导弹打击目标 我们在亚海地区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就是中国可以把所有的武器 包括进行一个大的整合 包括海陆空天 那么所有武器进行一个整合以后 特别是中国的精确制导武器 可以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数量级 比如说我们的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很多人普通炸弹 一旦装上了北斗的这种导航装置以后 就可以变成制导炸弹 卫星制导炸弹 进行一个精确定位 那么它对这个 等于说整个军事体系的一个构建 方面来说是上了一个很高的档次 如果说北斗在全球进行成功不枉以后 那么而且它的精度达到一个高精度的时候 那么中国实际上可以拥有一个 准全球的一个力量投入的这么一个前提 军事专家指 目前美国的GPS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 俄中两国都无法超越 但中国北斗导航内心的确立 将打破美国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导链封锁 同时也将美军的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列入到中国军力的侦察眼中 特别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行踪 将纳入到中国军人的精确打击范围之内 美国军事在未来的亚洲 特别是在东亚 将因为中国的北斗导航内心的启用 将丧失其军事优势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导链 第二导链 如果我们的地对地导弹 巡航导弹装上这个北斗以后 精确制导的对地攻击导弹 装上精确的北斗以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攻击能力高一个数量级 就是说我们的反介入能力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么在这个东亚地区 进行一个这种正面的较量方面呢 我们就占据这个优势 基本上在常规武器发展方面 能够跟美国处于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 除非美国进行一个军事革命 对中国进行一个 有一代的方面武器领先 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话 那么我们未来20年看来 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特别在东亚地区 那么这个态势就发生巨大改变 而日本独卖新闻在获悉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始向亚太部分地区 提供服务的消息后 担忧地指出 中国将更加战略性地 利用自己的导航系统 在岛屿争端中获取优势